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莲花正在盛开 这个修行人心里想 我如果栽一朵莲花放在身边 闻着那个莲花的芬香 精神一定会好很多 于是他就弯下腰 在莲花池瓣栽了一朵 正要离开 就听见低沉而巨大的声音 从天上传下来 是谁啊 竟敢偷采我的莲花 修行人环顾四周 什么也看不到 他只能对着空中问道 你是谁啊 你怎么说莲花是你的呢 哦 我是莲花池神 这森林里的莲花都是我的 网费你是一个修行人 偷采了我的莲花 心里起了贪念 不知道反省忏悔 还敢问这莲花是不是我的 修行人内心生起了 深深的惭愧 就对着空中顶礼摩拜说 哎呀 莲花此神啊 我知道错了 从今以后我痛改前卑 绝对不会再贪取任何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修行人正在忏悔的时候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人 他说 哎呀 你看 这莲花开得多好啊 我该踩下去卖掉 卖点钱 把我昨天赌博输的钱 全赢回来 说着这个人就跳进了莲花池 踩过来踩过去 把整池的莲花摘个金光 连夜全被践踏的不成样子 连莲花池的泥都翻上来了 然后他捧的一大树的莲花 大笑的离开 哈哈哈哈走了 这个修行人呢 他在期待着莲花神的出现 制止或者斥责他 处罚那个人 但是池边一片安静 他充满着疑惑 对着天空就说道 莲花池神啊 我只不过虔诚的 踩了一朵莲花 你就严厉的撤刺我 而刚才那个人 踩了所有的莲花 毁了莲花池 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啊 空中的莲花池神说 你本来是修行人 就像一批白布 一点点的污迹就很明显 所以我才提醒你 赶快去除污足的地方 回复纯净 那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恶棍 就像一块抹布 再脏再黑 他也无所谓 他根本不以为做坏事 维持不懂的好坏 所以与恶人讲理 对牛弹琴 我也帮不上他的忙 只能任他自己去承受夜暴 所以我才保持沉默 你不要埋怨 你应该欢喜 你有缺点 还会被人点化 说明你还有佛缘 还有救 表明你的布 还很白 值得清洗 忏悔后 你会变得更加的纯洁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去讲别人不好 你自己干净 最为重要 因为有些人的恶报还没到 他做了太多的坏事 而我们守口夜 守声夜 守意夜 每一天检查自己的心 观自在 能够明白 我到底在干什么 这样你才能 入污泥而不染 那 感谢观看